神术上有十个太阳对吧 这个刚好就对应了十日并出的神话 这个神话其实在世界范围内 各个古文明和原始部落都流传着同样一个传说 就是说十个太阳这件事全世界都知道 Hello 大家好 我是妮可感情K哥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聊一个古文明 之前有一期节目有扫到这个话题 直到1929年的一天 广汉南兴镇月亮湾的一个叫燕道成的农民和他儿子 在离家不远的一条水渠疏通河道 他们准备在这里放一台水车 以便车水灌溉田地 他儿子率先挖掘了水沟 一出头下去竟然听到噹喱的一声 就像碰到了一个硬邦邦的东西 他立刻蹲下来扒开泥土一看 大吃一惊 发现泥土中竟然埋藏着一个雪白的大玉环 那个玉环直径足足有半米那么长 看到这情景他慌了神 赶紧把他父亲叫了过来 两个人拨开了土发现下面露出了一大堆的浴室器 这些浴室器有圆的有方的还有刀型的 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发财了 发财了对 这些浴器虽然沾满了泥土 但是依然发出了晶莹剔透的光芒 燕道成和他儿子就非常激动 很兴奋 他们料定自己肯定是偶然间发现了一些奇珍异宝 然后燕道成就生怕旁人知道他们发现了宝藏 立刻就把这些浴器按照原样给埋好了 带着他儿子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 燕道成和他儿子趁着夜色 偷偷的将这些宝藏又挖了出来 那大大小小的浴室器足足有三百多件 他们两个为了保守这个秘密 谁也没有声张 而是将这个东西分散的埋了起来 他俩绝对没有想到 自己这个偶然的发现 竟然揭开了一个轰动世界的古文明遗址 也因此拉开了三星堆文明研究的序幕 我想知道后来他们挖出来这个 有被国家没收了吗 被没收了 怎么被知道的 怎么被知道的 大概给你说一下 他俩不是挖出来了吗 他们想用着换钱 拿出了一些看着还不错的 他们镇上的一些军官 还是一些富豪有钱人 一看就知道这玩意不得了 马上花重金给买了 他们就找着财路了 就这么卖了一批 文讯的人 一听 说这家有东西 就过来收 因为挖太多出来 几百个 他有一些卖不出去了 或者什么 他就送他亲戚了 后来这个事是怎么闹大了 就是当地的有一个传教士 一个外国人 就听说这个事 就觉得这个东西需要保护起来 不能像他这样乱卖 然后流落民间这样不对 跟当地的政府说这件事 然后提前给磨熟了 剩下事情就给接管过来 就不允许他在私自的开采 然后三星堆经过多年的考古挖掘工作以后 传说中的古蜀国 终于浮现在了人们的眼前 其实关于古蜀国 古记里就有很多相关的记载 但是之前人们都以为那是神话故事 是古人想象出来的 怎么说呢 就是不存在的一个古文明 直到三星堆发现以后 是狠狠地给人们上了一课 所以神话很可能并非故事 我们需要以新的角度来正视这段历史 据这个考古研究发现 古蜀国竟然是5000年前的一个古文明 比起来甚至比夏王朝还要早1000年 比目前已知最早的古文明 就是我们聊过苏美尔文明 稍微晚一些 和古埃及竟然是一个时代 所以可以说是相当的震撼 也因此三星堆遗址的发现 被称为二十世纪 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 大量的西式珍宝重见天日 立刻轰动了整个世界 张爱萍将军也曾亲自提笔 说沉睡数千年 一醒惊天下 说的就是三星堆 首先就发现了一座青铜神坛 这个青铜神坛一共上中下三层 第一层是一个圆形的底座 上面站着两个造型奇特的怪兽 第二层是四个双手持手杖的人 他们互相背对着背站着 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 第三层是一座大山形的基座 最顶端竖着一个成方斗形的一个神殿 神殿的每个侧面上都铸造着五个造型怪异的人手鸟身像 那四角上还分别装饰着一只利鸟 整个青铜神坛上都雕刻着精细的云纹和兽形纹 那很多考古学家认为 这个三星堆三级四方台 很可能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昆仑台 那什么是昆仑台呢 传说中它可能是神仙居住 或者是升降天地的地方 在昆仑山顶端或者是昆仑山的附近 山海经中就有提 台四方与阙之三任三居 乃以为重地之台 在昆仑之北 而且历道园的水晶柱河水里面 也有类似的记载 说昆仑之山三级 下约梵桐 一鸣板桐 二约玄谱 一鸣狼峰 上约层城 一鸣天庭 视为太帝之居 也就是说姚舜宇等五帝 在上天的时候呢 是居住在太威之中 而来到人间的时候呢 就居住在昆仑山上 那除了这个昆仑台以外呢 还发现了一个贴金的青铜面具 那这个面具呢 就不禁让人想到古埃及 在古埃及呢 人们就发现了一个 精美神奇的黄金甲面 那个黄金甲面呢 是属于公元前14世纪的 一个埃及法老 它叫图坦卡蒙 当它的木乃伊 被发掘出来的时候呢 头部就戴着这样一个面具 那个黄金甲面呢 是由金箔制成的 上面镶嵌着各种的 珍贵的宝石和彩色的玻璃 无独有偶呢 在三星堆遗址中呢 也发现了一个类似的金面具 但不同的是呢 这些金面具呢 并不是戴在木乃伊上 而是戴在了青铜巷上 那目前呢 三星堆一共出土了 四个金面具 那这些金面具呢 出土的时候 都保存的非常好 表面的那层黄金呢 依然保持着耀眼的光泽 就好像刚刚制作完成一样 与其说这个金面具 是戴在青铜巷上 倒不如说是紧紧的 包在这个青铜巷上 这个金面具的上面 和青铜巷的额部齐高 下面呢 包住了人像的下巴 连人像的耳朵呢 都紧紧的包裹住 只留了两道宽宽的眉毛 和两个大大的眼眶 金面具的制作工艺啊 非常复杂 首先古蜀仙人们 需要铸造出青铜头像 将黄金呢 吹打成薄薄的一个金箔 然后做成和青铜人像 一致的轮廓 再把双眼和双眉的部位呢 镂空 最后一步 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啊 就是将金面具呢 包贴在青铜人头像上 只有经过精细的锤打 巧妙的粘合之后呢 这个面具 才能和人像纷然一体 那造型奇特的青铜像 戴上这个镂空的金面具 让整个贴金青铜面具 显得越发的诡异了 其实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个神坛 还有青铜面具啊 比这两个更诡异呢 就是发现了青铜神树 在三星堆遗址中啊 一共出土的六颗青铜神树 那其中呢 有两颗大神树和四颗小神树 最大的一颗神树呢 高达3.96米 由树座和树干 两个部分组成 这颗最大的青铜神树呢 一共分为三层 每一层呢 都有三个树枝 所以一共是九个 所有的树枝呢 都自然下垂 整颗青铜神树上 一共站着九只鸟 在青铜神树的侧面呢 雕刻着一条巨蟒化身的巨龙 身形弯曲 呈绳索状波浪形 整条巨龙高昂着头 倒垂着身体 从树上盘旋而下 好像从天而降一般 神秘而又气势十足 所以人们啊 也将这颗青铜神树呢 叫做龙树 其实在很早很早之前呢 就流传着关于神树的传说 那在传说中呢 中国古代有三棵神树 东方的扶桑是太阳升起的地方 十只太阳化作的叫做金乌的神鸟呢 就栖息在扶桑神树上 那每天太阳呢都会升起一只 其余的九只呢就在这个树上休息 西方的若木呢就是太阳降落的地方 同样也是金乌鸟栖息的地方 而中间的剑木呢就是人们和天上的神灵交流的地方 那山海经海外东经啊也有关于这样的一段记载 那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在东海啊有一个叫做汤谷的地方 那在这个地方呢生长了一棵神树 名叫扶桑 那树上呢住着十只化作金乌的神鸟 它们就是太阳的化身 每一天呢都会有一只鸟飞到天空中 给人间呢带来光明 而在这个时候呢 其余的九只神鸟就会停留在扶桑树上休息 另外呢这个山海经大荒东经中啊 还有这样的一段记载 就是说汤谷上有浮木 一日方至一日方出 皆载于屋 那这些古老的传说中提到的神树和金乌神鸟 和我们在三星堆遗址中出土的这个青铜神树上的九只神鸟 是非常的吻合 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啊 这个青铜神树呢 很可能就是山海经中记载的神树 另外一本书啊叫淮南子地形训中啊 也有相关的记载 是和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载的是一样的 它记载着若木上面住着十个太阳 扶桑和若木呢 都是古代传说中太阳栖息的场所 只是扶桑树呢 生长在东极 而若木呢 生长在西极 每天早上呢 太阳从扶桑树上升起 然后在若木上落下 这就是青铜神树上只有九个太阳的原因啊 那书中还说呀 剑木呢 就是一座神奇的 由人间通向上天的天梯 所以呢 考古学家们认为啊 古蜀的巫师或者是祭祀们 很可能就是通过这棵神树呢 在祭祀的仪式上和神进行沟通 我再跟你说恐怖的啊 这个十只金屋鸟啊 代表着十个太阳 对吧 那古埃及的太阳神 拉 就是一个鸟头 人身的一个神 就是一半是人 一半是动物 不是拐物是神 是他们的太阳神 刚好也是一只鸟 刚才我们不是提到了吗 神树上有十个太阳 对吧 这个呢 刚好就对应了十日并出的神话 那这个神话呢 其实在世界范围内啊 各个古文明和原始部落呢 都流传着同样一个传说 就是说十个太阳这件事 全世界都知道 这么想想的话 虽然以现代人的认知来看 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吧 但是其实你仔细想一想 如果全世界都有这样一个传说的话 可信度还是相当高的 细思极固 对 古代有十个太阳 很恐怖啊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十日并出啊 那十日并出以后发生了什么呢 你知道吗 后遗生日嘛 啊 剩下九个太阳 那我再问你啊 你知不知道后遗为什么只谁爱九 那肯定是没剑了 只有一个剑不下来了 一摸剑袋没剑了 但凡再有一只都给你清场 是吧 嗯 可以 added by bwd6